各位愛運動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接下來的話要跟大家講解五個 在桌球場上千萬不要發生的行為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到了桌球場上 千萬不要坐桌子 有些人的話會在到了桌球場上的時候 會隨意的把桌球桌當作是一個休息的椅子 就坐在上面 或者是把你的飲料餐盒包包放在桌子上面 這都是一個非常對桌子或對場地不禮貌的行為喔 然後第二個就是千萬不要在打球的過程中 然後用你的球拍去敲桌子 或者是當作是你情緒宣洩的地方踹桌子 這幾個都是不好的行為 第三個呢不要在打球的過程中 不管說你是比賽一次打一顆球兩顆球 或者是你把桌球場地當作練習的時候 打了一整框的球在地板上都不撿球 這也是非常不好的現象 第四就是不要穿白色的衣服到球場裡面 因為現在的球體都是白色的 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你是穿白色的衣服的話 你會讓你的對手或者是在場上打球的人 會造成視覺性的誤差 也會影響到他們打球的感覺喔 然後第五個 就是你球體或者是膠面上 或者是你的桌面地板 如果說有汗漬有水或者是有髒東西的地方 千萬要把它擦拭乾淨 因為不管是在擠球的時候 會影響到你擠球的品質 會造成失誤 或者是說你再滴很多汗 在交換場地的時候 你的汗漬在地板上 或者在桌面上留給對方清理 也都是一個不好的行為喔 以上五點就是我們在桌球場上 不要出現的NG行為 也請大家不要犯喔